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一个国家主权的基本立场 但是你的理想 比如我理想是同 你也必须尊重他 我理想是独 你也必须尊重他 我用必须两个字 你说你怎么看你 思想自由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基本权利 我一直就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王炳中 炳中跟我私下来 我们两个是蛮熟的 我们算是朋友 可是每一次上节目我们绝对吵架 但是我欣赏炳中 甚至我欣赏洪秀柱主席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立场上 我就是同派 他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是同派 那我个人其实比较不欣赏 是像柯文哲市长这种的 刚刚像思雨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说哎呦 同独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你今天看到香港的人 香港人用选票 他们去捍卫他们的民族的时候 他们必须选择啦 是 那个东西有时候 你到最后你必须表态 我也相信亲民党到最后 绝对不是亲中 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 那我觉得柯文哲市长应该要讲清楚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一直都是 当你们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柯文哲也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到底我们两个他在外面 柯文哲也不接受主要共事 柯文哲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淡化统獨 我觉得淡化统獨这个是绝对不对的 因为台湾的国家社会就面临统獨的问题 就像香港嘛 面临了建制派 要跟中国继续靠拢的问题 还是泛民主派 香港要维持独立自主的问题 台湾就是这样啊 不管你支持独立还是统一 我觉得统獨应该是 并不是所谓的统獨 而是独立是 我们要不要维持中华民国 台湾现有的体制 继续维持自由民主嘛 那统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合去变成一国两制嘛 我觉得这是很清楚 所以不要说这是假议题 我们每一次的投票其实都在选择 香港人这次用史上最高的投票率 做了一个选择 大概这次投票率高达71.2 我们明年1月11会做什么选择 国会里面支持 签和平协议的政党会过半 还是不签和平协议的政党会过半 国会里会不会连 支持一国两制的政党都过半 这些当然是要去思考的嘛 所以民众党当然要说清楚 你们知不支持一国两制 你们知不支持什么什么 全部都要讲清楚 特别是统獨立场 我觉得不要再让年轻人 觉得不重要了 因为这些民主是我们得来不已的 而且是很多前辈花了几十年 牺牲了多少生命才得来的 这个绝对是必须要说的 那浩宇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最近其实时代力量 也一直透过网路上在攻击 民众党说我们没有政策 没有政见 然后像刚刚讲的 可能不表态这件事情 那我想我在脸书上写的很清楚 包含大家质疑的说 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这个柯市长态度是什么 柯市长讲过很多次了 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主流是没有市场的 那他也觉得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 浩宇你也这样讲 我们也这样讲 大家的认定都是一样 那另外我访问一个问题 你刚刚讲说好 统独 统独没有人说他不重要 但是问题是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经济重不重要 在现在的一个程度上来讲 台湾的GDP出口 是我们的经济密脉 占了将近百分之六十 那你知道这百分之六十里面 有将近百分之四十 我们出口的市场是中国 包含香港 港澳对 那甚至是再好 你说陆克不来 那你知道吗 陆克在台湾的观光经济上面 其实他占的最大众是百分之二十五 难道是现在任何一个 不管是时代力量律长 你主张说我们现在要切断 就要切断吗 那你切断有什么替代方案 你可以告诉我吗 OK 来 浩宇 我觉得啦 我还是说就是就说清楚 你的立场到底什么 台湾永远没有办法 我刚立场已经讲清楚了 我刚不是已经讲 你讲的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台湾永远没有办法 回避统都的议题 而柯文哲市长是 台湾少数的六都的市长里面 除了韩国瑜之外 唯一在上面被中共的国台办 赞赏的市长 所以你还记得他是市长吗 对嘛 对 他是市长吗 他市长 对 然后你刚刚一直说要拼经济 我告诉各位一个数字好了 台北市的经济发展人口 你过去五年 台北市的人口流失多少 你知不知道 一年两万多人 五年十万人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在五年 我们桃园的人口 桃园市的人口 会超过台北市 这都是从柯文哲上任之后开始的 如果经济的发展真的这么好 为什么大部分人不住台北市 要移开了呢 如果他所谓的居住正义 自己当市长做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台北市的市民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买不起房子要搬到桃园来 很清楚嘛 所以实际上的流动 你治理绝对不是嘴巴说说 如果是嘴巴说说 那柯文哲怎么说 大家都相信啊 可是事实是台北市的经济状况 并不好 台北市的人口流失 非常严重 台北市的房价 继续上涨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像昨天我们去参加 潮运的一个都市改革联盟关系 居住正义的论坛 那为什么绿党没有参加 绿党的立场都是什么 他们没有邀我们好不好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吗 你们怎么会没有被邀到 你们就是有立场嘛 潮运有立场 所以没有要绿党 讲法就这样了 你柯文哲市长 你台北市的人口 一年流失2万多人 这太好的成绩吗 你要不要现在讲一下你们居住正义 对于居住正义的绿党问数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就是 我告诉你 屯房税绿党 我们一直都在提嘛 2.4 3.6 我再一回置3.6 所以你支持屯房税嘛 我支持 可是这无法解决问题嘛 实际上登陆 现在已经有了嘛 浩宇 等一下我要把你很多疑问写下 因为12月3号 柯市长要来 我就当绿党 大家就讲 最简单 一个城市治理 最简单就是人要进来 或要出去要发大财嘛 台北市的人进不来嘛 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嘛 台北市的人口不断的在流失嘛 大家都不知道在5年 真的在5年 在5年到7年 桃园市就要超过台北市的人口啦 是 你这样一次打两个北高 高雄也在流失啊 可是浩宇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国际的案例 因为在法国 或是在欧美各个国家 其实都市的人口 并不会一直的成长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国外的案例 因为在城市治理 在都市治理里面 那就没有资格讲居住正义啦 你的房价在你治理的 台北市在坑文哲市长 所以桃园不讲居住正义 我们才能讲居住正义 那你是不是支持石头登陆 知不支持屯房帅 知不支持公共住宅 每10个门牌就一个 跟每一个门牌就一个差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没有打假议题 两位年轻朋友 真的讨论起来非常的精彩 就没有邀啊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浩宇跟施宇 提到这个新闻 香港有史以来最震撼的大选 泛民主派大获全胜 而且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投票率 高达71.2%的高投票率 代表清中势力的建制派惨败 仅拿下452席中的58席 失去议会的主导权 泛民主派大获全胜 一举难过388席 取得过半优势 渴望影响下届的特首选举 我们看一下这个议题 相关过去周边衍生的一些讯息 包括被人家解读的一些特定符号 曾明中说 我坚决反对中共代理人法 邱宇上中共的节目台 如何武力攻台 谢龙介说 共机骚扰 就像美国军舰在台海自由航行一样 这两个比喻在一起 叶玉兰说支持暴力港警挺送中 吴世怀说中共国歌 听到国歌起立 听习近平在台上训话 这蔡慕林整理了一张手版 这些相关的符号 都会让我们大家刚才讲的 认知极是事实 这个强力的概念越来越渗透 越来越巩固 中共自己人 他点名了吴世怀 郭冠宁跟邱毅 特别是郭冠宁说代表共产党监督台湾省的选举 这听起来说代多数人都感觉不舒服 像一个小小讯息也被在网路上发酵好久 好特别 邱毅说韩国瑜发中国的微信给我 他说你就发一个LINE给他 为什么要用微信 这个或许是一个通讯软体的使用习惯 不过在这样的选举氛围里面 蛮中国的邱毅 给他感觉蛮请忠的韩国瑜 用微信 像这种符号就越贴越强 实际怎么看 特别是大家都有提到说 政府部门不能只是在旁边看做评论 他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 选举总是有谁输有谁赢 但是国家的体制 那才是最重要的最终极的捍卫 你的观察 第一个是说中国想要影响台湾内部的 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是选举 这件事情没有疑问 因为这几年来 他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间谍讲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真 但是有一些线索 我觉得是可以提供参考的 因为他讲的有蛮具体的 譬如说什么他是跟向心夫人做对口 就是说他是直接点名 也就是说他讲的如此具体 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看去年的那场选举 的确有很多的情况是蛮类似的 弱和福节 就是譬如说邱玉莹的脸书 有没有被机器人灌爆网军 有 130万则的留言 对就是说那个不太成比例 就是你说有没有人特地去动员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有的 好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不知道 我相信美国跟澳洲会有更多的资讯 因为现在人在澳洲手上 那美澳之间有那个什么 对他们有一个什么什么的 共同的那个联系 那澳洲的军情局局长今天发推特 澳洲情报局局长发了推特说 澳洲绝对会抵抗外国势力 间谍活动等等等等 这件事情我们老早就掌握 也就是说澳洲的情报局 也对于这个人的爆料是慎重的 是不敢否认的 是觉得的确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参考的 好那所以现在你说回过头来 台湾可以做什么 因为他这个案子不是在台湾 所以台湾要做的事情是 你必须跟美国跟澳洲取得更多的资讯 取得更多更具体的线索 然后再从这些线索顺藤摸瓜 因为这个人王立强讲的 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的内容 那有没有更多的人民也好 金钱也好 透过怎么样子的方式 把钱弄进台湾来 如果他在陈述当中 有对澳洲做出这样子的陈述 那美国一定也会拿到资料 那澳洲跟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抵御中国渗透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立场是一致的 因为中国真的很无聊 他一直要去渗透澳洲 我觉得真的是很烦 那澳洲甚至还也弄了一个反中国渗透法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如果我们拿到了更多的资料 应该要朝向他提供的这些资讯 去查说到底在去年的状况是如何 有没有这些他所指的什么向心夫人 然后弄钱如何进来 我觉得尽量查 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不能够随时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件 OK 那他也没办法说 我今天查到这个间谍说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哪边哪边查 我觉得也很困难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是说 今天民进党弄了一个反渗透法 然后他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东西我会觉得的确对于台湾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中国对于香港的控制 使得香港人用投票这件事情 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 我觉得台湾在这边看香港的 香港是走在台湾前面的例子 所以我们当然对于反渗透法这件事情 应该要更严肃一点 更加速一点 然后朝义也应该要更放下国内政党之间的斗争 因为这是国家的 就是当你第一道防线没有被巩固起来的时候 你还谈国内的什么国内治理 我们国内的政党斗争 没这回事了 因为你第一道国家的防线已经被人家攻破了 至于接下来香港选举 今天一早起来我相信大家都很惊讶 过去香港人只讲经济 过去香港人全部政治人敢 他们投票最多就是四成而已 顶多41%投票率 现在是71% 多少年轻人跑出来投票 就是因为中国对于香港的水淹到鼻子 他们没有办法呼吸的这种状况底下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泛民主派简直是10比1跟建制派的席次的比例 所以我会觉得说香港一直走在前面 然后一直在用他们的经验告诉台湾说 接下来你们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是怎样 所以某种程度而言 我觉得明年的选举对台湾来说是重要的 如果台湾自己都没有立场的表示 全世界不会有人帮台湾 你台湾只有自己大声喊出来 用选票告诉这个世界说我们要什么 国际社会才会重视 香港就是这样 香港就是香港人民大吼出来告诉全世界 你们必须持续关注香港 你们必须知道我们香港人的意见 全世界才会持续的帮助香港对抗中国的那个 OK 很多朋友也跟我沟通一个观点说 这些反渗斗法会不会未来变成执政当局 进一步控制台湾人民在政治思想上面的 自由度的一个工具 我持可能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绝对会尊重任何人的思想自由 包括捅也好 毒也好 不捅不读或是什么先捅再读 先读再读不管 我想任何的思想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重点是他不应该被我们抓到一个控制的可能性 我们常讲the hand under the puppet 在那个布偶下面那只手 有没有这只手在控制你表面上我们解读的叫做思想自由 如果在下面是有一只手在控制的呢 甚至the man behind the curtain 在那又厚又重的那个窗帘的背后 站着一个人在右边一点 左边一点的话 这个才是共和国最大的危机 我想一个护卫国家安全的制度 我们支持但也要严格监督它 它不能变为打击政治异己的一个工具 我相信台湾人民绝对有这样子的政治智慧 美国在华盛顿这个国会山庄旁边 有一家炸鸡翅的那个烤鸡店 他因为在整个美国的权力 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区 所以他的菜单常常都在讽刺他们美国的政治 我以前去过一次 但是没有进去 就从门外经过蛮有趣的 他的看板就写这么大一个字 他说Whether you are right wing or left wing 不管你是右翼的政党 还是左翼的政党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ucket 我们通通在同样一个篮子 不管你是左翼还是右翼 我们在同一个篮子 这哪一个篮子 中华民国 还有我们共同的故乡 台湾就是这个篮子 他应该能够包容不一样的政治立场 但我们要共同捍卫 这个篮子的兼顾性 完整性跟它的可靠性才对 我们下期间的进去 内容是一切开的 我们下期间的患者 但是我们下期间的远子 估论 我们下期间的远子 应该会在击一样的 这个离子 我们下期间的远子 我们下期间的远子